賓語 我們這個店大概是民屋國家80年左右就開始有 那時候老街還沒有整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有這個古董店 那時候這裡幾乎以古董店比較多 我主要是以收集 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些日常用品 也就是我们讲的古物 就是早期的东西为主 这个店是这样 收集这些 还有兼着卖我们台湾本土的一些铜丸 一品店专卖儿时回忆 这家义儿时顾名思义 就是回忆以前爸爸妈妈生活的年代 老板店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古物 佛像 盘子 打字机 玩具 甚至连早期的香烟都有 古物就是我们早期先民 他们所有的食衣住行用过的东西 比方说吃的碗盘筷子 锅碗表板那些实的 那衣服就不是恶恶穿过的衣服 住的比方说以前的一些雕刻品 一些家里日常用品需要用的 还有耕田要用的东西 还有一些就是像生活习俗 所要用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收 包括家具 包括像以前牛车 什么宗教旅俗的都会有 那么这是比较有钱人家 他父母可能会买比较高级的玩具 给他们玩 这是上花条的一种玩具 但这种玩具它比较可爱的地方就是 它是用一个美国的黑人来当做摩克尔 然后来打字 然后打字打一打 这里还会跳一张纸出来 而且它头还会转动来看它这个稿 然后边看边打 看的时候还会停一下 所以说非常的可爱 而这一双三寸精灵 是真正的三寸而已 它的脚就只有三寸 很多人怀疑这一双脚怎么穿得进去 怎么走路 其实它从一出生就开始裹脚 然后裹到它老 它的脚还是这么大 就永远长不大 穿进去刚刚好 这就是三寸精灵 这些东西除了我们收起来做研究 做一些传承以外 我们更希望就是说 这个东西能够传给我们的后代 让他们知道我们仙灵是怎么样 辛苦的经营 然后才能够有现代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